大家好,下班回来买了点菜 有网友说我们家老是吃猪肉 所以刚刚下班我买了点牛肉 我一开始到菜市场去买 然后那个摊位上那个牛肉都卖光了 没有了 我就跑到钱大妈去了 买了这种盒装的这种切好的这种牛肉 这样一盒是300克,原价35块8的 然后还买了一盒这个鸡翅根 鸡翅根原价是16块5毛1 这也是300克的 还有青椒 它这样绑好的一把青椒 原价是4块 两个丝瓜 丝瓜是多少钱呢 丝瓜好像也是4块吧 买满4样的话它打6.8折 所以我上了4样 打完折下来 这4样一起 41块钱 差不多41块钱 它是挺划算的 它这个牛肉 应该是腌制好的 没买过这种 它还有使用方法 将牛肉片放入热油锅中 翻炒2-3分钟 就可以了 快手菜 适合上班族 我问了我女儿晚上想吃什么 她说吃牛肉 这个吃根明天烧吧 放到冰箱去 晚上收牛肉 我老公今天又加班 昨天出差回来那么晚回来 今天晚上又加班 她买的两根丝瓜炒了 牛肉里边放半个洋葱 一个青椒 以前对网友跟我讲过 前大妈打折还挺实惠的 这是我第二次向前大妈买东西 不怎么去拿她家买 东西是挺实惠的 不过它原价还是有点贵 一般它都会打折 像我们下班这个点了 它都已经开始在打折 经常听到喇叭的喇喊 好 5分钟 باмет头 10分钟 1分钟 1分钟 2分钟 1分钟 这个四关还挺嫩的 肉不骨的 前面一回来的把米饭都已经煮上了 一回家就忙着做饭 剩下来了 20 capit上 Outside著 transformation 成桃花 from简单 澱粉 倒入冷酱 倒入热水 炸炸 炸大蒜 炸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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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酸汁 我和女儿两个人的晚餐 牛肉看起来还不错 两根丝瓜炒了这么一点 这是昨天还剩了一点菜 我就直接把饭盛在这个盘子里面吃吧 昨天这个剩菜我来吃 剩了一点鲤鸡肉 还有西兰花跟那个卷心菜 剩了一点点 鲤鸡肉多一点 吃多少饭呀 饭 吃那么少呀 尝一片牛肉 挺嫩的 味道也还不错 稍微有点咸 我加了一点点盐 幸好只加了一点点 可以不加盐 直接那样烧就行了 看样子这牛肉 还是我平时腌制的时候不太会腌 买的它这个腌制好得挺嫩的 晚上外面好冷啊 外面真的好冷啊 出去要套外套了 晚上外面挺凉的 拿了一个快递 其实昨天就到了 昨天因为要接我女儿 然后又下雨 所以没拿 我女儿买了两份后鞋 给她在学校浴室洗澡 穿用的 一双粉色 一双黑色 哎呦 我买的是黑色吗 我好像买的是灰色 它发错颜色了 就两双做鞋 我看了好久 就找那种防滑的嘛 然后看人家评论 看防滑不防滑 找了好久 心里这样子的 这种应该是防滑的 这一双我本来要的是灰色 它给放了一双黑色 各买了一双 两种不一样的 我感觉那一双应该防滑一点 这双应该没有那双防滑 我肯定要这个 哪一个 两双 两双都是给你的呀 那你套套看 这个粉色是不是有点小啊 这是防滑的 就不会有点小啊 你这双子 这一双子